新电碧檀验工程完工启用 全新的碧檀验为新电锡带来新风貌 新验体以复合验形式设计 除了有排红功能 还能扩大修气水域面积 另外最特别的就是在右岸处设计了鱼道 让河海回游生物都能够顺利上诉 打通了中段近半世纪的生态狼道 2 1 请起动 碧檀验正式完工启用 碧檀验改善继周边环境营造工程 经过了三年时间终于完工启用 全新的碧檀验以复合验形式设计 在河道中央设置导福验 两侧彩固定验衔接提案 利用导福验闸门举身可以增加水域的深度 并且可以扩大修气水域面积 而在有排红需求时 放倒导福验闸门后就可以降低液体风险 因为苏底的台风损毁 那我们打造新的碧檀验 它可以增加防洪功能 它的水位降低50公分 另外它可以打造增加14公顷的水域面积 增加它的观光的功能 碧檀验工程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鱼道的设计 在新电溪右岸打造了一条淡水河流域的最大鱼道 由清华大学教授曾晴贤所设计 让河海回游的鱼类可以顺利上诉 132公尺长宽2公尺 那它的流速大概是1.5公尺 是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曾晴贤家帮我们打造的 那这个目前我们观测到有20几种的鱼类 可以回游上售到壁潭区 设计是采取二维的斜隔壁树槽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虽然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形式 不过这种的类型在国内算是第一个 那这个的鱼道设计完初步试验是效果非常好 另外碧檀验鱼道还设置了观察窗和水下监视摄影系统设施 民众可以透过观察窗看见溪流鱼类的生态 而除了碧檀验工程 更将整条流域规划为水样博物馆 在下游处打造了一条溪中溪 让小朋友可以清水游玩 一旁还将披建一个奇幻药洞游戏场 预计会在113年5月完工 这个地方的下游150公尺处打造一个人工溪流 300公尺的人工溪流 可以提供小朋友就像野外的自然核酸 可以提供小朋友安全的在那边吸气玩水 那另外在旁边我们打造一个 爱丽丝梦游先进异象的游戏场 是用兔子洞的概念 钻过一个森林可以到里面去寻觅一些宝藏秘境 我想这以后加入都是我们水样博物馆的亮点 新北市水利局表示 以生态友善和环境优化等工程 设计理念出发的全新碧檀验 帮鱼儿成功打造一条安全无碍的回家之路 打通了46年来旧燕体造成的生态朗道中断 未来要让新电锡成为无为强势的水样博物馆 让民众感受碧檀最棒的生态环境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新店采访报道